金娜从朱利亚和金波的嘴里 得知他们各自喜欢的是彼此 为了考验这两个不怎么可靠的小情侣 金娜特地就让了朱利亚和金波半个月内不要联络对方 金波在这段时间真是想朱利亚想疯了 于是就在一个月黑风告雷雨交加的夜晚 找到了在酒吧里喝酒的朱利亚 两人在雨中相拥互相倾诉对对方的相思之苦 并说好要组成联盟对抗金娜 这个是干什么呀 不是只有小屁孩才会搞小团体吗 还好成熟的金娜跟他们这对幼稚的小情侣说 就是因为知道他们俩不成熟 所以才更要考验他们 两人当下表示要闪婚 以表达他们对于爱情的致敬 金娜一听真是拿这两个90后的年轻人 实在是没辙没办法呀 金娜帮金波一起游说花枝翘 见见这可能的未来媳妇朱利亚 那我想花枝翘也是知道自己儿子的个性 就觉得宝贝儿子金波不靠谱 不想答应 但金娜告诉花枝翘说 这个朱利亚每个月偷偷给自己500块钱 让她给金波 说别伤害男孩子自尊的时候 花枝翘就觉得这个姑娘还算不错 懂得替自己的男朋友着想 于是就答应了让朱利亚来家里做客 会会这个未来的媳妇 那剧中的另一位为情所苦的孙文娟 可就没这么幸运 因为毕竟她感情路这么坎坷 终归是她硬闯进人家的婚姻关系里面 那话说孙文娟不是跟哥哥嫂嫂在一起住吗 这次孙文娟的哥哥嫂嫂 打了孙文娟还把她赶出家门 孙文娟无家可归 就在老金家隔壁租了间房子 和老金坐起了邻居 而且每天早上还给老金送早点 晚上给老金做宵夜 你以为这样老金就会觉得很开心吗 不 老金对于孙文娟这些举动 哎呀可说是不堪其劳苦不堪言 另外说到这花枝翘的初恋情人 老李这天带着花枝翘来打高尔夫球 第一次接触高档运动的花枝翘 是既兴奋又好奇 哎呀这个老李趁机就跟花枝翘示好 希望花枝翘考虑和他交往 那方主任呢 不知是从何得知老李喜欢的人是花枝翘呢 于是就找花枝翘哭诉 那花枝翘能怎么办呢 也只能跟李主任说声抱歉 并表示之前真心是没想过 要跟老李再续前缘 而在金娜和金波的共同努力之下呢 独居老人老金也被请回家 一起见见金波的新女友朱丽亚了 这回呢一家四口呢 都回到家里来吃饭了 那朱丽亚呢 送了花枝翘呢羊毛为惊 花枝翘呢 却送了个更大的红包给朱丽亚 此举啊堪比范冰冰范爷的大器斑啊 说自己不会占小女孩便宜 但准婆婆绝对不是这么好搞定的 这个花枝翘啊 开出了各式的考验给朱丽亚 结果发现她既不会说话 又不会煮饭 还是个外地女孩 就因为这些看似不怎么该是理由的理由 花枝翘啊 就是对朱丽亚格外的不满意 于是呢 金波就回家找花枝翘理论 花枝翘啊态度强硬 坚决不接受朱丽亚做自己的媳妇 那金波呢 就搬出了老金和金娜来当救兵 但却都无功而返 金波啊 就发挥了卢功 一路呢 卢道花枝翘同意和朱丽亚来北京开会的父母 见上一面 双方父母见面后呢 按照曲折离奇的剧情推测呢 我猜 有66.66%的几率呢 双方父母会吵了起来 故事呢 究竟是不是如我所猜测的这样走呢 诶 各位听众呢 就别忘了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呢 请准时收看 未来综合台26频道的爱情万万岁